Hello大家好,我是Kalvin 那今天这一个视频主要呢 就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下个星期二,也就是5月23号 我们三个频道同步一起举办的粉丝见面会 也就是阿虫,阿要先聊政治 还有我们酒后商谈的 这三个频道一起办的粉丝见面会的问题 因为我真的有收到很多信息呢 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我就想与其我一个一个回复 不如就直接拍这一个视频呢 跟大家直接报告一些常见的问题 那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第一道问题 粉丝见面会的地点呢 是在M Vertical KL Residence 这是一间公寓来的 非常的容易辨认 因为它非常的高 有55层楼 然后有一些粉丝就问 不是在三位Pyramid吗 因为之前阿虫就有讲是在三位 那KL人对三位的认知呢 都是在三位Pyramid 但是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阿虫在这个视频里面的标题也是有更改过 就是在三位Velocity 为什么阿虫会讲他在三位Velocity呢 因为M Vertical Residence就在三位Velocity旁边而已 但是呢你们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去三位Velocity 千万不要去三位Velocity 直接去M Vertical KL Residence 我会把那个地址 Google Map还有Waze呢 都放在这一个影片的描述栏 还有这个评论区里面 所以地点是在M Vertical KL Residence 千万不要去错地方 不是在三位Pyramid 也不是在三位Velocity 那如果你想要来这个粉丝见面会的话 那么你就需要在5月21号 也就是今天星期天晚上7点钟之前呢 点击以下这个影片的描述栏 有一个链接点击它 然后WhatsApp我你的资料 并且要付款才算是成功报名 那有些朋友就会问 我能不能够当天来到当天报名 当天给钱 很抱歉 答案是不可以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这里是一个私人场所 它是一个公寓 它的保安系统相对比较严格一点点 我是需要在活动举办之前呢 把所有来宾的资料都发给保安处 让他们登记你的资料 比如说你的名字 电路号码 还有车牌号码 那当天保安才会放你进来 那如果你是当天来到的话 当天才想报名的话 保安那边没有你的资料 它是很大可能会直接不让你进来 叫你回家的 所以我很怕大家白跑一趟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办这个粉丝界面会呢 是有提供简单的晚餐的 那因此呢 就需要跟厂商提早预定这个晚餐 需要给厂商知道到底有多少个人会来 才能够方便他们准备食物 那如果你当天来到当天报名的话 我们就可能没有食物给你哦 我们也不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差别对待的情况出现 不想要有人有的吃 有人没有的吃 这样会很尴尬啊 所以就因为这两个原因呢 我们必须要让你提前报名 也就是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之前报名 才能够锁定你的这一个来宾的位置 那如果你是不确定当天能不能够出席 但是你又真的很想要出席的话 我这里只能够跟你说一声非常的抱歉 我真的是不能够做到 让你当天来当天报名 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我的建议是 可能可以等到明年 我们再办这个粉丝见面会再出席吧 这个是真的是非常不好意思 OK 这个当天来当天报名 当天给钱是不能够接受的 那关于交通问题 要如何来到这一个粉丝见面会呢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承达MRT 那如果你是承达MRT的话 你就需要去到Aion Maruli Aion Maruli的这一个MRT站 那你抵达Aion Maruli过后呢 就需要从宾都币 宾都币那一边走出来 那从宾都币走出来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德士站在那一边 你看到德士站过后 你就往下一路直直走 大概7到8分钟的这一个路程呢 你就能够看到M vertical KL Residence了 那你千万不要去 Sunway Velocity的那一个方向 那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OK 这个就是MRT的方法 那假如你是用第二种方法 就是自己驾车过来的话 那你就需要跟着我的 我给你的那一个地图 那个Google Map 还有Waze的那个地图 来到这一个地方 然后去到保安处那一边 直接把车开去保安处 给他你的这一个身份证 他看了身份证过后 他就会去对那个来宾的名单 只要你的名字有在上面呢 他就会直接放你进来 并且给你一个停车位 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需要提前报名 他会给你一个停车位 然后你只要跟着那个停车位 上面的号码去停车就可以了 确保你一定要跟着停车位 他给你的号码去停车 否则你是有可能会被他锁轮胎的 这个要非常清楚的讲清楚啊 不要乱乱停车啊到时候 那抵达了这一个M Vertical过后 你把你的车停好好过后呢 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你就需要去到Tover B Tover B 然后上到八楼 因为我们的这一个见面会的场地在八楼 那你也不需要担心 当天呢Tover B那边会有保安呢 帮大家带领大家去到这一个会场了 所以呢你只需要把你的车停好好 然后走去Tover B 那边就会有保安带你上去八楼了 那晚餐到底吃什么呢 就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便当式晚餐 主要的原因为什么会有晚餐呢 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八点钟才开场 我们担心有一些观众朋友呢 就没有吃晚餐就直接过来听了 那在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希望你饿着肚子听我们说话 还有交流 所以呢因此就准备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晚餐 然后跟大家收一个小小的费用 去承担那个晚餐的费用 仅此而已 它不是什么高级料 也不是什么补费 那如果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包含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会吸取经验的 那整个活动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这一个环节就会跟大家交代清楚 那我们的活动呢 是在晚上八点开始 十点结束 可是我们建议大家七点半到现场 原因是因为登记呢 是需要花一点点时间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够提早到场 提早半个小时 那登记完过后 时间来到八点钟 八点钟呢 我们就会开始晚餐时间 那大家吃晚餐的时候呢 我们这几个主播 我 这个阿冲哥 起药 还有 红药 还有这个赵贤呢 就会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一些 最近的时事 一些 劲爆的新闻呢 也要看当时候有什么新闻呢 我们就会根据当时候的情况来决定要讲什么课题 那大家吃完晚餐过后呢 应该是来到九点钟的时间了 那九点钟开始 我们就会开放跟观众互动的这一个环节 就是会跟大家聊聊天 你们可以提提问题 然后我们回答 或者是一些交流啊 总之会把时间留给观众 那九点到十点 就是观众跟我们互动的这一个环节 那十点钟就结束这个活动 大家就能够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很多观众就会问 到底我们会不会把当天的活动呢 通过YouTube直播出去 答案是不会的 非常的对不起哦 原因是因为技术支持真的是太困难了 我们做不到同步直播 人手不够 而且呢 现场的环境也不适合做直播 我怕大家呢 会听到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为麦克风会把那个声音放大嘛 所以大家可能听到会有回音 或者是那个声音会很杂乱 因此呢 不想要去影响大家的这一个观看的感觉 我们就决定不做直播 当然这个活动过后 我们也不会拍一个影片 然后放上YouTube 因为同样的道理 现场做不了直播 就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很好的拍摄 还有收音 那因此呢 不会有直播 也不会有录播 大家如果想要看这个粉丝见面会的话 你就只能够现场来到 才能够看到而已 那这一次呢 没有办法做直播 我们争取下一次呢 提升我们的这个技术 还有这个办活动的能力 争取下一次能够做到直播 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粉丝见面会的喜悦 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意思 那以上就是最近我收到的这些问题里面 我把它整理出来拍成一条视频 最后呢 非常的期待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5月23号出席这一场粉丝见面会 我们到时候呢 在线下跟大家深度交流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是Kyobin 拜拜